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案12月27號的更新資訊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第一個活動就是年末春節福袋的活動 持續到1月3號 這段期間60等以上的角色 每天打100隻怪物就可以獲得一個新年幸運箱 新年幸運箱打開的話 會有機率獲得守護石綜合硬幣箱 純白箱 高粉箱 然後紅變紅蛙督碗熊 並且綜合半抽或者是綜合11抽 舒服聖水小罐箱以及粉鑽箱跟龍鑽箱 還有高級變身娃娃聖物6抽 機率獲得 再來的話在2024年的1月1號 禮拜一的凌晨12點 他準時發放這個慶祝新年的禮盒 慶祝新年禮盒打開 一定會獲得一個藍卡箱 藍卡箱打開會有機會獲得藍變藍蛙藍聖物 給的都不是稀有的 都是合成可以合到的 再來就是會給你新年硬幣精選盒 石箱打開你可以選擇變身娃娃聖物幣 然後是2024個 第三個的話是這個年糕湯 三碗 吃掉的話可以獲得2024個葉子 並且可以獲得一些經驗值 右邊的鞭炮則是使用的時候 會有30分鐘的HP MP加200 經驗值加2%的buff 再來本週可以使用特殊變稱合成贖回 接著就是全新的4個神話盔甲登場了 最左邊這個是麒麟之力 物防-17抗毒免疫緩速 並且免疫變身控制 這個應該就是香蕭或變形素 就沒有辦法 對神話盔甲的玩家有效果了 禁傷加5 禁命加3 無視近距離減傷加5% 減傷加8 生命加1000 全屬性抗性加50% 無視PPP減傷加5% 右邊第二件的話是席靈的魔法 物防-13抗毒免疫減速 然後要免疫變身控制 HP加5 魔命加3 無視魔法傷害減免加5% 減傷加8 HP加1000 全屬抗50% 無視PPP減傷加5 第三件是席靈的耐心 物防-15抗毒 免疫緩速 免疫控制變身 遠傷加5 遠命加3 無視遠距離傷害減免加5% 減傷加8 HP加1000 全屬抗性加50% 無視PPP減傷加5% 最後一件是席靈的先劍之名 劍的話是物防-16抗毒 無視免疫 並且免疫控制變身 敵傷加5 靜命加3 無視近距離減傷加5% 減傷加8 HP加1000 全屬抗性加50% 無視PPP減傷加5% 並且你在穿著這些神話盔甲的時候 被打的時候會有機會會觸發這個洗淋的保護 觸發的時候你不會死亡 並且會增加無視PPP減傷加5% 然後會抵抗電擊或是水牢 電擊的話就是雷神觸發3個印記那一個 基本上就是100%暈的他會抵抗掉 然後要怎麼入手呢 你就是要火龍、地龍、風龍、水龍甲 各加9一件才能做一件 這個滿猛的 但他要求加9的話就代表說 也有這個工匠捲出來了 他是加7加8的時候可以使用 然後你製作的話你可以用 一張柱房跟100張柱服富宇卷軸來做一張 所以柱服富宇卷軸不知道會不會長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服天堂M12月27號的更新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P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P,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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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